嗨,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Marco 首先歡迎大家來到首斯釣魚頻道 今日我就選擇了香港仔大頭艇那邊釣魚 而今次陪我出去釣魚的 有阿納,天使和阿周 話是話,我都有十二三年 沒有過來南媽島這邊釣魚 當時,我都是租張好姐和馮太兩隻大頭艇 之後的時間,我就改玩了快艇 沒有再過來這邊釣魚 今天,我就看看有沒有彩虹 我看著,他們拉光了 很狠狠,他很狠狠 很狠狠,很狠狠 很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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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排的時候 我在Facebook上留意到一張好姐的帖子 發覺這陣子,南區都比較多魚釣 如果幸運的話 偶爾都會撞到大鱗回來 就算撞不到大魚 釣回十斤八斤魚仔 應該不成問題 最重要是可以釣 張好姐的旗,今天我們就拿不到 我們唯有拿方姐的旗 他們兩個是親姐妹 而這隻艇是完全一樣 他們兩個他魚的牌口基本上是差不多 所以就無所謂 但各位觀眾要留意一下 這隻艇只坐了四個人 多了一個就上不到船 有別於沙擊灣的大頭城 早幾天留意天文台的時候 在裏岸六級風 我們都以為今天可能會取消 隨時整個端五節假期 都會留在家 幸好出來天朗氣清 風又不像天文台報那麼大 而海水比早幾天清了很多 不像奶茶的顏色 今天釣放應該好很多 是要落到艇 出來釣點才知道 今天初五樓 天文台報南至西南風四至五級 離岸間中六級 天氣非常炎熱 記得大家如果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給我一個Like 分享出去給你喜歡釣魚的朋友 和在下面留言 我們都有一段時間沒有釣過瓜三 今天遇到牠們 我們就要盡情釣 又可以有幾餐番茄豬紅三魚吃 今次我們準備了沙蝦十八兩 一尊南極蝦 近來沙蝦比較小 應該就足夠我們釣泉 這麼小隻很耐釣 而今天出艇 我用YGK三好魚絲 用波子壓底釣組 拉腳 我用二好魚絲 下面用20克波子圓 上面和後面一門飄 而阿納和周生的釣組 都是一樣 波子壓底 上面加多一門飄 然後面直接綁一個魚勾 主要都是用30克波子圓 而天使師姐通常用試掛釣組 釣兩門魚勾 用80克的水滴魚 而我們今天大部分時間 都是釣陸洲村附近 如果真的太大浪 雲船浪 無論你想上任何一個碼頭休息下 亦都很方便 在今日中午時間 我們就沒有打算埋街吃海鮮吃飯 我們在下艇之前 就準備了簡單的午餐 船是沒有洗手間 所以我們中午時都會埋街 而埋街去洗手間是很方便 而這隻艇是沒有生倉 但又換來一個流動的魚缸 都幾有趣 有空釣魚的時候 又可以看看魚的情況 看到一些紅衫游水 真是幾貴美 有空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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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大部分時間 都是圍繞著幾種魚為主 風大 流緊的時候 我們就去釣黃釘、石釘 和石狗公 天氣開始晴返的時候 我們就出去釣瓜衫 順便 可以在深水的地方 學習細鱗和紅沙鱲 可惜今天沒有遇到牠們 我發覺今天的魚 都吃得比較高 我下午就轉了釣組 我就綁一個仕掛釣組 用副三好魚絲 下面就用50克的子彈圓 上面就加兩個魚鱗 其實玩這些艇 釣手絲的話 對我們的手絲擋 真是不太方便 因為有很多車輪 阻礙我們釣魚 以一般大頭艇來說 我們距離的水面都比較高 尤其是上一條跟頭以上的魚 是要有少許技巧 我一早都遇到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除了今天玩手絲之外 我還拿了自己的船桿上來玩 我特意去插個餃子出來 我猜 當時是未流行PE線 你見過Line Cap 它布都是布5號C 可以穿到320米 你就知道它多久歷史 它 就Made in Japan 在當時來說 或現在來說 確實是一件很吸引的產品 而我這枝船桿 就是Cermano 環豐 1.8米 15號 釣港水完全沒有問題 當時我買來 都是想著釣雞魚、釣花花 之後我用了一段時間 就沒有用過 因為要插得太多東西 釣魚實在太不方便 然後會說不定 你為什麼要上魚 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 我才不知道那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到魚 接着我要走 我們救護 information 你不去找嗎 我們今天約要釣到五點鐘 我們便離開 全天釣了8小時 連是艇家 5個人釣 总鱼获大约十三四根鱼 以近排行西南流行得这么厉害 以这样的鱼获来说 算是不错 最重要今天是密密手起鱼 没什么时间是令我们有换场 带女士 带小朋友 带新手来玩 确实是不错 今日我的钓鱼分享 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未订阅我频道 记住订阅我频道 我好快又会再上新片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大家支持和收看